白沙豚妈进香来到第二天 清晨六点准时起嫁 道别大甲妈 不过上午天宫不作美 绵绵细雨 数万名信徒穿着雨衣继续南下 队伍当中发现 有小朋友扮成了孙悟空 跟三太子请假九天 要走完全程 而很多人都知道 这个白沙豚妈最喜欢小朋友了 路过幼儿园的时候 还特地绕进去赐福 让师生们又惊又喜 白沙豚妈驻驾正兰宫 三妈彻夜相会15个小时后 粉红超跑准备起嫁 道别大甲妈后 白沙豚妈展开第二天行程 尽管上午阴雨绵绵 人消不息信徒的热情 她妈约她们 然后她们自己也想 让她们实实在在地 有所谓的童年回忆 期间大笑 期间大笑 你要走完全步 全信兄弟俩一个手拿金箍棒 扮成孙悟空 一个脚踩着风火轮 当三太子 请假九天要跟妈祖走完全程 还好 众所皆知 白沙豚妈格爱疼惜小孩 杀戮有一群小朋友 看到妈祖 兴奋的又唱又跳 听到小朋友的呼唤 粉红超跑 一个转弯 冲进幼儿园四福 今年逼近18万名相登轿 与神同行 虽然下午放晴 但台中海鲜风大 有信众及此准备热腾腾泡面 温暖香灯饺的胃 昨天晚上看到说明天 二十几家 准备了两千多 一杯的牌子 给大家 大家拥敬他 预估妈祖 晚间才会到彰化 被撞飞重伤的陈家姐姐 院方开电视直播 让她隔空跟妈祖见面 今年静香行程 去晨五天会慢慢走 但回程时间紧迫 得连夜赶路 这也考验着 习行军角力 记者综合报导 我看你了